好 另外来看就是南加州一家文化艺术馆 举办了高中绘画比赛颁奖典礼 现场的国会议员还有加州地方县市市长 还有议员呢都到场颁奖祝贺 而亚凯迪亚高中的华人女学生安娜 就抱走总冠军大奖 她表示呢这是送给爸爸父亲节最好的礼物 Arcadia高中毕业生安娜上台领奖 拥抱总冠军还读得500美元的奖金 送给爸爸当最好的父亲节礼物 从五岁一开始学画 她表示这次受到高中老师鼓励来参赛 花了一个礼拜时间完成渔夫的收获这幅作品 原来他用罐头DDT 农药罐 还有SOS求救信号等东西 来传达环保的重要 连评审老师来自台湾在好莱坞屋 知名的动画大师拍名声都很激赏 对于环境环保的这些 她每一个层次都想到了 那在她的话里面也全部都表现出来了 这次比赛主题是环境健康与和平 参赛者非常踊跃竞争激烈不用说 最后选出三个亚军和季军 以及22个国会和地方县市议长奖得主 特别值得一提的Riverside聋哑学生Kaira 获得了最有潜力奖 她的学校也得到3000美元的捐款 另外帮助生障人士一技之长融入社会的Glandora Great计划 也获得3000美元的捐助 Covina文化艺术馆透过绘画比赛 鼓励学生多画画 陶冶性情 更不忘照顾弱势族群 展现了爱心 为社区尽一份心力 东西新闻李中瑶 吴中国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